iOS 11.1 再更新到iOS 11.1 再更新到iOS 11.1 你可以到設定一般輔助使用 裡面開啟小排球功能 你可以自訂點一下點兩下長時間按一下和3D touch 的動作 那就會很像是像原本的轟件一樣 按一下回組畫面 按兩下啟動多空 按一下是C1 操作起來就很像是虛擬的空間一樣 按一下回組畫面 按兩下啟動多空 按下按住 便能開啟C1 按一下回組畫面 按兩下啟動多空 按住按下然後是截圖 按下啟動多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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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下啟動多空